大家好,我是豬仔包 嗯... 這次呢... Curbo Space Program 來做第四集 我們玩第五個高級建造 好,我們去VAB 我們加指令倉庫進來 然後呢... 降落山 把降落山切到0.75 然後呢... 嗯... 安裝一下分離器 接下來了,我們安裝一個RCS的營養箱 接著我們把營養劑減到100 因為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營養 所以我可以令到... 嗯... 它比較輕一點 然後我們要加... C100 還有C400 加上有500 現在我們加一個... LV909 這個引擎在低海拔中幾乎沒有任何推進力 但是在太空中的效率很高 以... 兩萬米以上 大氣足夠氣薄不會影響排氣 因此適用是上門級 這個引擎在到達適合的工作環境之前都不會被啟動 好 嗯... 顯示質量的中心 這個波就是顯示質量的質量中心 接著呢 他要我把營養箱的營養... 移走 然後呢 他要我把營養箱的營養... 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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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營養移走 那那個質量中心呢 就會向上 就會向上 動 好 然後呢 他要叫我把營養箱放進去 OK 好 知道了營養... 裝滿和耗盡自己的中心位置就可以放置RCS推進器 RCS是用作平衣的 即是做一些在太空裏面做一些比較細微的動作 他叫我裝四個 那我們選擇四面對稱 大概裝在你質量中心的附近 大概裝在你質量中心的附近 那你就可以繞著... 嗯... 即是使你這個船可以繞著你的質量中心去做一些簡單的旋轉或者平移的動作 就不會... 嗯... 因為如果你裝得太邊的話 那你就會繞著質量中心去轉 那你就做不到平衡 然後呢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就關掉食量中心 咳 咳 啊... 唐天氣上很多東西都會消耗電能 他就叫他把... 呃... 排... 電子裡面裝太陽能板 按A旋轉角度 然後呢就裝幾個電吧 咳 咳 咳 然後呢 我們再裝... 分離器 分離器裝在這裡 OK 然後呢 再裝兩個... T-400 T-400 OK 啊... 一隻... 運轉 嗯... 嗯... 接著他叫我們裝個... 大的引擎 上次我們裝了... 嗯... 裝了這個... LV99 他接著叫我們裝這個... T-45 轉環 嗯... 嗯... 作為我們的主人程 轉輪的推動力呢... 嗯... 厲害的 因為他上面這個六十個... 千... Kilo Newton 這個有二百... 他叫我們將他... 升到... 六十五 這樣呢 消耗的... 嗯... 運轉的時間都會變長的 現在第二個Stage 是可以五十八點四秒 我們將他減到六十五% 他就會增長到一分鐘... 嗯... 二十九點八秒 嗯... 火線的核心部分已經完成 跟著呢... 他叫我們裝多兩個左推器 左推器 在裝左推器之前呢 我們要... 啊... 裝... 兩個... 競向的分離器 排隊 好... 哎...這個 哇,競爭分離是最下方的燃料箱底部 它叫它裝在這裏 OK,然後它叫它裝在這裏 裝在這裏 然後呢,我們把它的推力限制為50 因為它是一個固體燃料的引擎 所以它不能夠用那個固圖去控制它的推力 所以我們才能夠限制它的推力 然後呢,它說呢 這個SRB的頂端屏得好像尖柄那麼好 好醜 所以呢,就需要加一個鼻椎上去 現在那個尖尖地越漂亮的涉鐳 然後呢,它叫我們增加4個... 呃... 靈魂 大概是... 4個 4個 撞鬼 放上去 接著我們再把他動到下面 OK 好,應該有4個了 好 太好了 所有都準備就緒了 現在我們要把轉環 和 轉環 和這個 SRB 和同一級 即是他們一開始就要一起 來推進 最後 我們要把 這個倉 轉 OK 動作組 他們叫我 設動作組 OK 恩 恩 恩 緊急 緊急中指 先加分離動作 點擊座倉下的分離器 這個分離器 分離 然後 然後點擊 液體燃料引擎 液體燃料引擎 液體燃料引擎應該是這個 關閉引擎 這個也是液體燃料引擎 關閉 然後把 然後把 那個 貼了 這個 這個 對 嗯 分離 OK 下部 好 按門成功了 這些季度火箭已經準備好發射 請起一個 新的名字 TSB TUT 0 完成 好 我們離開 好 那我們第五個 TUTORIAL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